这可是三级管吗 大家好 这里是每一灯课堂 在开关电源电路当中 有一个功率管 这个功率管啊 外贸像极了三级管 但是他不是 三级管 他叫做残效应管 残效应管 在电子技术里面 简称FET 它是一种典型的 电压控制型半导体器件 他不像三级管 三级管是电流放大型 他是电压控制型 这是基本的区别 而且输入主框高 噪声小 稳定性 好 但是特别怕静电 结穿 这是他的缺点 在电子电路当中 有很多种 这个残效应管 个头体积 大小 大小不一 但是我们所看见的 就是刚才 在 开关电源里面 这个 快站的 优伪长件 那么 如何识别 这个 残效应管的 极性呢 这里 这里 教大家一个 简单易见的方法 我们来看 这个 这个残效应管 实际上它也有 三字 引脚 字面朝上 从左到右 左边这个脚 我们用字母 G表示 中间 用字母D表示 右边这个脚 用字母S表示 所以我们可以简单的加强记忆 你看 这个G 就是 广东省 广的开头 哇 过往广 广 这个就是东 东市的开头 平英字母的第1个字母 这个就是省 是N省 广 东省 可以这样来记 这就是G级 上级 圆级 从左到右 这样记 还有一点我们要记住 它中间这条腿 是直接连到 这个散烈片的 也就是说 这个散烈片和这个脚 它是连通的 而且 而且为了便于散烈 往往在这个散烈片上 还 用螺丝 装了一个 更大的 这个散烈片 确保 它口靠 稳定 工作 更多的电子 支持 请持续关注 每一段 点击下方 小房车 更多精彩视频 可以点击进去 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这边 可以 让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